我是老师 神经的记录大学的校长 大家下午好 这个up to noon 我今天就在这里 大花府本来昨天晚上到现在做了一个视频 我们的会长 就是纽约纽约这个西北大学校友会的会长 叫马虹宝 会长跟我说呢 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视频 就是以这个北美校友会的名义啊 做一个视频 庆祝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 这个活动 有很多宁波呀 还有其他这个邓校的邓会的 教育会的 已经发出了一个做的视频 我们想要做一个简短的 一个转小一个像核心式的 核档式的一些设置 我已经做了一个大概四分钟左右 那个做了一个 但是呢 接着这个机会呢 我们想 对于我们 北美西北大学北美校友会的这个 我是大花 大花府这边呢 就黄生晋这边的这个会长 那个分会的会长 那个 我们这个马洪宝 领约的马洪宝呢 是我们北美校友会的整会的会长 嗯 因为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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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 这个 我们商量的 以下呢 其实呢 我们想 向西北大学 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个建议 我们这个建议已经运了很久了 特别是那个 马洪宝一个会长 嗯 但是呢 嗯 去年就开始运了这个事情 这个 就是联合办学的事情 西北大学 在美国这个 在美国这个朝备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联合办学的事情 啊 根据他的提议呢 啊 啊 这个 我也像那个 嗯 白宫啊 还有那个 拜登啊 还有里希尔 这个原来前第一夫人呢 提出过一些建议 我们的 讲法和建议 嗯 这针对的就是 啊 奥巴马原来2009年 掌握中国的时候呢 和胡锦涛 那个总体啊 啊 那个 有过一个交流 就是提出了 十万强 人才培训计划 叫做 那 十万强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提出很具体 数量呢 就已经超过了25万 相信今年的势头呢 也不会有所缺缓 那么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当前 美国经济不景气 就业机会减少 那么外国学生看来 应该是首当其冲 但是呢 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的 这个热情 还丝毫不减呢 为什么 啊 中 美国作为留学的 一直是 过去很多年 一直是中国学生和家长的首选 但是因为 以前几年 由于签证的紧缩 由于签证的各种困难 所以呢 啊 很多学生 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麻烦 就选择别的英语国家 对 那么 从去年 前年去年开始 这个美国政府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呃 很多学校的校园国际化 要求找出更多的学生 中国学生就 呃 觉得 现在很多中国学生 依然 尽管你刚刚说到 他的经济不景气 各种原因在里 中国学生 仍然是愿意把美国 作为一个首选的留学地 再加上现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 很多家庭 这个经济收入 也使得 甚至很多工薪家庭 都有这个能力 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国外留学 那么 如果给他们这个机会的话 啊 美国还是他们希望 来的第一选择 啊 所以 过去 一年两年当中 美国政府 对这个签证的放松 使得 很多学生 能够拿到签证 来到美国学习 同时呢 啊 各种各大高校 对外国学生的需求 尤其对中国学生的特殊喜好 使得很多学校都 啊 从社区以前我们的中国学生 留学 基本上是研究生 那么 最近几年趋向于到本科生 很多的社区大学 社区学院 也招收了很多 咱们中国的学生 啊 甚至有很多的高中生 能够来 来 有这个机会 也有这可能到美国来念高中 以便为了顺利的进入美国的大学 这就是指使得了这个 在过去年当中 你看到外国学生 在美国的外国学生当中 中国学生的数量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好的 来继续接听 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安徽的沈先生 沈先生你好 利用这种公司赔款的 开办了清华大学和奸京大学 也办了这个 基本叫做关中学院 当时叫关中学院 后来在 数量呢 就已经超过了25万 相信今年的势头呢也不会有所减缓 那么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当前美国经济不景气 就业机会减少 那么外国学生看来应该是首当其冲 但是呢 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的这个热情 还丝毫不减呢 为什么 美国作为留学弟 一直是过去很多年 一直是中国学生和家长的首选主席 但是因为以前几年 由于签证的紧缩 由于签证的各种困难 所以呢 很多学生 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麻烦 就选择别的英语国家 对 那么 从去年 前年去年开始 这个美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很多学校的校园国际化要求 找出更多的学生 中国学生就 觉得 现在很多中国学生 依然 尽管你刚刚说到 他的经济不景气 各种原因在里 中国学生仍然是愿意把美国作为一个首选的留学弟 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 很多家庭这个经济收入 也使得甚至很多工薪家庭都有这个能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那么如果给他们这个机会的话 美国还是他们希望来的第一选择 所以过去一年两年当中 美国政府对这个签证的放松 使得很多学生能够拿到签证来到美国学习 同时呢 各种各大高校对外国学生的需求 尤其对中国学生的特殊喜好 使得很多学校都 从社区以前我们的中国学生留学 基本上是研究生 那么 最近几年趋向于到本和生 很多的社区大学社区学院 也招收了很多咱们中国的学生 甚至有很多的高中生 能够来 有这个机会 也有着可能到美国来念高中 以便为了顺利的进入美国的大学 这就是使得了这个 在过去一年当中 你看到外国学生 在美国的外国学生当中 中国学生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好 大家继续接听 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安徽的沈先生 还有两个学校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是西洋交大 它是培养你 像清华大学一样 这西北的清华大学一样 它是培养你一些理工科的学校 还有一个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就在我们应该生的史性 他是培养你 这个介绍奥巴马总统 这个十万强计划的这个 这样一短片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总统 如此热衷于中美教育交流 他是看中了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准 所以问这个问题呢 是我联想到 好像奥巴马总统 他不止一次的在不同场合呢 他分别赞扬过中国的基础教育 和中国学生的数量 是这个样子 是 因为在过去几年当中 这个 尤其中国的留学生 越来越多的来到美国的校园学习 给美国的校园 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出动 因为咱们中国留学生 普遍表现出来的就是 功底很扎实 基础很好 尤其在这个数理化 这个科学 学科方面 表现出非常扎实的基础 而且 随着这个中国很多学校 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在各种领域 各种各样的比赛 国际比赛当中 中国学生都是非常优秀 佼佼者 这就引发了很多美国 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 尤其中小学的教育 人们在提出来 为什么美国 连奥巴马总统 很多学校 很多教育家 都认为 这个 美国在这个 手学 科学教育方面 需要有待于加强 那么现在美国很 热衷于在讨论 这个怎么样需要这个 STEM 它是STEM 表明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就是科技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教育 这些都是中国学生 在这表现出来的强项 所以引起了很多的 关注 为什么中国学生人 在这些几个领域方面 这么突出 那么他们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争议 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和中国教育 很多比较教育 做比较教育的教育家 在中国分别各式的比较 那么 很多情况下 对美国这个教育 它有它的优势 可是也不能忽略 咱们中国这个 在基础教育上 打下的这个底子 确实是在很多方面 表现出来很强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在很多的 从中小学开始在美国 也在重视这个科学 技术方面 尤其是数学方面的教育 因为很多场合显示 从美国学生在这些方面 美国学生的动手能力 思维也非常活跃 但是在这个数学 那种基础教育上 很多情况下 往往就比不过 在中国接受这些 多业教育的这些中国学生 所以呢 这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咱们美国应该怎么样呢 能够学习中国的这个 基础教育的一些 先进的东西 好的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指示大家谈 我们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是一个 人才是第一资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同时国家关系呢 同时国家关系呢 又往往是便利在文化交流 理论上合作 在教育上文化上合作 可以化解很多政治上的冲突 避免政治上的误会 误协 特别是东方文化 强调的是一个 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一元统一 大一统 强调的是 中央集权 强调的是全民族的 大联合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我们呢 就把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些 这些呢 重新叫做新民族主义 现在发展到 现在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就是 曾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 就是要把社会的民生 民生 生活 社会主义的环境 资源保护好 这个呢 这个现在是一个 国家的营销力的 我们营销一个国家 就是要首先要 不是营销这个国家的 民主政治文化里面 而是主要是研究这个 推销我们这个国家的 发展思路 经济建设的思路 资源配置的思路 资源开发 还有和谐天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是儒家思想 以何为对 所以呢 我们如果坐在家里呢 封闭在家里呢 这个家里封闭在关中地带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影响力 是有限的 我们要有一个天下未公的 我们是教训的 教训这个工程清谱 我们要有个天下未公 要把天下江山就是人民 要把天下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为大学这个工程清谱 立心求生 Everything is true 工呢 就是人民 为人民 为人民为天下谋福利 为天地利息 为生命立命 为呢 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 立志 为呢 天下未公保卫的位 啊 环境自然 保卫环境 保卫公家 这个地球保护 为世界才太多 所以呢 天下啊 只有四种事 没有远离啊 就必有必有 我们相信呢 大家趁了二十大 其实呢 大家有三个观点 好像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 已经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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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合辦學就是一個功心為善,進行交流,海納百川,博彩眾長,有榮乃大,上山落水,水善於土下而不爭。 我們和美國不去爭這個世界的大權,也不去爭這個什麼,我要比你各方面強。 我們就是,因爲你缺理工科人才,你缺中學方面的資源,教育資源,我們就和你找交流。 你的學生可以到西北大學來學習數學,理科,文化,中國的文化歷史。 我們的學生到美國來學習什麼呢,數學和具體的資源,管理,相結合,應用數學。 而西北大學的應用數學是全國一流的,不亞於北京大學,也不亞於全國各個地方的學校。 我們雖然在台銘不是靠錢,在全國不是靠錢,但是我想有信心,奧巴馬總統,前總統,米歇爾總統進行交流。 因為我是身在這個進水樓台,我在大花鼓這個會長,西北大學的會長。 不過利用我這個機會,我把我想法和思想,和美國的具體實踐,具體需要相結合。 我準備提供一個方案,看看我們西北大學能不能夠和美國的資源來辦學,為美國培養一些數理化,數理化方面的一些精英人才。 青年嘛,青年嘛,青年嘛,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這個,這個,數學強則國家強。 數學是科學技術,宏觀上的寶石。 所以我们把这个理念 我们就利用我们在这里的资源 在美国的资源 利用北美校友会这个资源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利用我们这个资源 通过我们学校之间 我们作为一个明天的交流的合作大使 我们把中美两国的政府的领导人联系着 联系着沟通起来交流起来 我们把学校 西北大学先推荐给美国的国务会 然后再联合具体学校 包括西北大学啊 林斯顿大学啊 沃州大学啊 游林沃州大学都可以 我们不在于哪一个学校高精天地 而主要是我们在于联合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化成为零 我们可以在某些学校里头 开设我们西北大学的数学分院 我们不讲童子 我们讲数学 讲这个皇冠上的宝石 讲科学皇冠上的宝石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走不进的想法 这就是善于创造 给自己创造机会 打过机会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公心为上 游泳 那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是领导力呢 叫我们看到了就敢说出来 冷静观察 正确的判断 这个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 优势互补 我们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条件 勇于 勇于挑战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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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 勇于表现 展示自己不一样的风采 西北大学 不一样的风采 这个是一个 作为领导者决策 不拒 未来 的一个 必要先决条件 对不对 因为 孙子兵呢 那个 那个兵法当中啊 百姓之间 先机 要 要 就是 先石 这个 先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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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先机 我们西北大学呢 就在这一匹 在北美呢 就有一批这样的 一个 一些优秀的人产 就是 就是 以家国为天下的 这些人产 比如说我们的会长 会长 马洪宝 他就是最先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在教育方面 跟美国 这个大学的教育 能够和美国的教育相结合 他给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是台湾问题的一个 比较 东方说是专家了 可以说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 我是因为台湾生 我在 我一直都在从事着 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 一个一个探索 上下抽手的一个探索 我提出了很多的观点 从1976年 74年开始 我一直活跃在 中美之间和两岸之间的 这个对台关系上 这个是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 解决两岸问题的派投兵 就是普通渔兵 那么 但是我利用我这个资源 我觉得 结合与马会长 马洪马会长的 这个教育的资源 我觉得 我又提出一个新的解决台湾 化解台湾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平台 重新同国 平台驱逐 中美合作 共建家园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西部大学办学呢 就是共建家园的第一步 这个是就像我们 这个二十大提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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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信国 科教先决挑战 我们就把这个呢 这个教育合作 这个这个苗头啊 第一炮 就设个工业区 开山炮 我们就化解 也觉得台湾问题 化解中美关系的第一炮 就是教育 革命 教育创新 教育合作 走向共赢 走向共和 第二个 智 什么叫智呢 由智勇双全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知己知彼 方能摆战不殆 这动必有机 动非自慢 但是我们去争取这个 没有机会 我们要发现机会 创造条件 和中美合作 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今天我们就 今天是第一次 在建这个西北大学 这个校庆 建校120周年的机会 我们一个是向西北大学 校董事会提出这个建议来 第二个我们向 中美中国中美大使馆 秦刚大使提出这个 我们的一个设想和方案 第三个 我们在 给中国的教育部 中南海 东方院 现在李克强还在吗 我们给他提出一个 我们那个教育方面 中美合作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能够 你中有我 美中有我 我中有美 我这个方案 不是今年提出来的 我跟米歇尔和拜登总统 已经在 在年初的时候 或者是在 在2019年的时候 就提出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 教育合作的问题 我希望 西北大学 有一个米歇尔分校 米歇尔奥巴尔分校 校主呢 就选在太白山那个 明县那个 太白山一带 有个横区 横区镇 横区镇的张横区呢 他是儒家的一个 一个大儒 也是个智慧智者 他提出的一些文化思想呢 我觉得也值得开发 和继承 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呢 一个是秦岭三下 登高望远 行稳自然啊 不凡岁月呢 我们抵律前行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地点 天师地利人和 天师 我们现在把握先进 现在就是最佳的天师 地利 陕西 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一带一路的起点 汉藏文化 大中华文化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取之不尽 用之笔别的 一个文化的 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另外 这个美国学习中国 了解中国的大一层 为什么要 这个大一层呢 可能美国呢 因为对中国这个这个二十大 这个权力高度集中 不了解 不放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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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特别担忧 我们就要向美国来 通过这样的机会呢 宣传美国 中国大一层 这个统一 有什么好处 因为欧洲这个 欧洲是个分散的 它这个联邦制 帮联制 它讲究三权自衡 而中国讲究权力集中 权力集中呢 权力集中呢 和国家一统 国家主权化为一统 这个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智慧在哪里呢 我就告诉大家 大家的 就叫做众志成城啊 就是万众一心啊 我们那个什么 然后把那个分散的力量呢 集中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智慧 我们也想 不是说年余效应吗 年余效应就是说 中西结合 美国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的这个质量 这个团队精神 而美国呢 强调个人的奋斗 个人奋斗的力量 我们呢 我们呢 要把个人奋斗和团队力量结合起来 就是形成一个共银思维 因为什么呢 这个 个人奋斗呢 就沉着到竞争当中啊 从国军奋战 走向团队共银 这个团队共银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呢 是以合作共银为主题的时代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互相的共同交流 使得专业化 分工化 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既有专业化 美国在中业专业方面重新 是有很多优势呢 但是需要一个 如果把自己的文化 这个技术啊 用得保守起来 这个 你的市场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你最后发挥的效益 也是有限的 而共银的结果呢 是产生什么效果呢 产生一个 估点效应 产生一个 人类 一个共同发展的效应 产生一个什么呢 杂交优势 产生一个练义效应 你美国的科学的生产 劳动力的效率比较低 如果中国的一来 就一合作之后呢 中国这个人 极其一样狠干 就把美国的极其境界 调动出来 我们就是说 这有练义效应 物贴效应 传分效应 总而言之 我们这里来讲 这个就叫一个 人类开 发展 人类文明发展的 一个大智慧 你所谓的美国的脱钩啊 欧洲这种这个 个体化的 个体化的 像个体化进军啊 像个体化发展 有没有好处 有好 我们美国就 强调牛仔精神 我们到了美国来 充分的感觉到 我们自己 一个人的智慧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欧巴马说的好 你中国人可以相信 在争取啊 这个 民主自由 法治 这个道路上 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改变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 因为因为我们在这个 国内受的教育啊 就是有一些 中国受的儒家教育就是什么 就是个人服从体体 下体服从上体 全党服从中央 这个就是把个人的这种力量 就能够杀掉 基本上就容 就是说人家就强调了 不强调个人的力量 而强调党中央的力量 强调于 这个这个中央集权的力量 因为合力 这个是中美文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而我们在 在美国发现了 少市人的力量 可能会特别的情况下 会超过一个团队的力量 这个就是牛仔效应 这个是说挑战权威 挑战这个 这个传统 就能做出一个不平常的事情 所以说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个人分道的力量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团队 团队这个结合的力量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互补的优势 这个是领导者的第三个条件 美国呢 也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呢 可以通过学校 教育的文化的结合 互相的直接的 互相的切磋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呢 我们就说我们呢 强调时间 时间就是精神 效应就是生命 所以在美国来讲呢 这个强调民主啊 强调制衡啊 把很多时间耽误在这个 派性斗争啊 党内的斗争上了 这个效率呢就很低 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 然后在84年就招听到舍口工业区 我们企业 我们厂 我们公司 有个口号 时间就是今天 效率就是生命 现在美国的效率非常之低 因为党派的斗争啊 使得效率非常低 成功的概率 成功性也非常的差 美国现在之所以这么快的 变成由强变弱 就是因为效率太低 时间管理太低 这个就是叫做 我们没有 其实时间就是效率 很多的 我们是跟美国学习的 这个引进过来了 时间管理的观念 一分钟经理啊 一分钟效率啊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流程管理法啊 时间效率 这个核算机制啊 这个绩效管理啊 这些都是美国 从美国 从这个西方国家 学来的东西 学来的东西 我是作为一个 美观企业的管理者 就是职业精明人 但是我反过来 现在看美国的效率 再加上孤雷那种 这个这个 这个人权啊 民主啊 这工人直接就 就抵住这个工业化 抵住科技化 使得美国的 在美国投资的效率 这个企业管理 企业效率 下降得非常厉害 就企业活不下去了 在美国活不下去了 所以才跑到了中国 这个情况不改善 美国的经济会 无段的下滑 这个也是一个 美国需要 一个改进的地方 这几之理嘛 我们就想到这里啊 就是美国在 时间和效益方面 需要进行改造 需要开放 需要引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引进这个 不 延遇效应 你不能够这样的 你相信 现在你不能只看到 美国看到的 台湾这个台积电 它的一个科技领先 一个效率啊 那么我们就觉得 应该把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不到美国来呢 因为台积电看到 美国的效率太低 工人的工会的力量 自由民主 我这个这个这个搞人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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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啊太多 它的成本就过高 就生成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呢 要你美国让台积电到美国来台积电不来 这赶紧压子上下台积电不来 怎么样子才让它来呢 你大陆解放开门 国家统一它就来了 这里啊 就是技术 因为不统一 台灣既然民進黨它不承認是中國人 把那些不承認中國人 或者是那些敵視中國統一的 把他們驅逐出去 怎麼驅逐 革命驅逐 革命還需要一個幫手 需要誰呢 需要美國這個老 這個才是台灣的復活生產 美國讓他來 他不敢不來 你美國為什麼要讓他 因為他需要這些人才 需要台積電 你中國打 不如他去拉 這一打一拉 就變成了這個中國的這個損失呢 叫風興煤煞 那麼既解決了美國的這個基礎建設問題 又解決了人才問題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拼經濟懶人才 建其功 這個不是非常之事 必有非常之 這個這個資人 非常之人才能有非常之事 去功 我們 那我從奧巴馬時期開始 實際上我是從 最早是從 克林頓 克林頓總統 小布什總統 然後 奧巴馬總統 特朗普總統 拜登總統 我一直都在保持著上下求索 沟崇的聯繫 所以呢 我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就是2010年呢 李希爾奧巴馬第一夫人呢 提名我 對我來議論 提名我為美國聳聳的風靡 就是美國民主黨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 這個盛名之下其實難負 我覺得我不勝任這個 這個這麼 這麼崇高的一個職 職 但是他可以激烈了我 奧巴馬經常激烈我 中國人可以相信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 這個道路上 挑戰權威 挑戰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這個 激烈 一個人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 這個是要我去做事 我去謀權 因為我不覺得有這個 我是大陸生人 叫我臺灣生人 我這臺灣生人在美國呢 得到了很好的一個照顧 按照臺灣關係法 對臺灣的 來自臺灣的人才呢 公民呢 這個就照顧 我那個 那一喊 很快幾天就批下來 這個就 所以臺灣人想到美國來 那是異議 這個就 我是說我自己的經歷啊 我自己的經歷啊 我自己的經歷 給 奧巴馬也好 美國總統 給我這麼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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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顧吧 這個 這叫 有貴人相助啊 所以我呢 能夠在這裡呢 有個進水樓才千多月 這麼一個 這個 這個便利條件 我在這也不是說 那是什麼呢 我個人什麼 英雄主義 我只不過就是做了一些 堤水 大海裡的一堤水 我把我在 系列大學的 這個 遇到的東西 邏輯 之為 啊 還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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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龍村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在黨產這個工廊 本是貼心的是 這個 格局這個 這個 大的 格局的事情 然後alar 這個 這個 ENT 甚至改革開放第一家中外核的企業 軍事的鍛鍊 改革方面的 企業方面的流程管理 和學習經驗與美國的具體實踐 和現在的實踐相結合 總結出一些經驗 提醒美國總統美國的國會 比如說現在聯合辦決 還有化學台灣問題 因為美國成就了中國的台灣 成就了習近平的統一 統一一個大業 習近平反過來他也會更加倍 加倍來報官給美國 貢獻家園的力量 人才 機體電商 炸機 電船 社會的電量就會源源不斷的 提供給美國的服務 這個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 你對他是友善的 他對你也是友好 你對他強硬的 他對你也是強硬的 這個移報反移報 我們就合作的 合作的進化 我們就要推動中國 中國和美國的合作的進化 這個叫做T2-I-G 奧巴馬成為這個T2-I-G 這個肚子 我在奧巴馬的基礎上 肚子是T2-I-G 那麼現在呢 胡錦濤為什麼不敢接收這個T2-I-G 因為中國有鄧小平有計畫 我們不稱霸 不說超級大國 不搞小集團 我們不搞美國 中美之間的合作 我們要搞大國座 大加州 大聯合 大德級 那麼就T20 我們就起出一個T20 一二零把T20 變成一個T20 我們一起 together 施打 together operation together together 國海 那麼就一起前進 一起向未來 一起搞一帶一路 動人吃財火人高 就像一個 一支劍很容易折斷 十支劍綁在一起 這團體就不容易折斷 我們大家都在一條一路 一帶一路這個 一條線上 我們大家都綁著一條線上來罵他 我們就不會 就不會說 就是看風險的能力就強 這是我們團結的力量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的組織能力 中國特色的 這種協助能力 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所以呢 我們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和諧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我今年已經 從 從26歲跟毛主席談這個 26的大年初一 跟毛主席談這個 解決台灣問題 這五條建議 第一個是要解放階級路線 第二個是解放生產關係 第三個是要解放生產力 第四個解放科學技術 然後這個應用 第五個是解放談談的物資基礎的準備 然後這個 改革開放呢 首先我們受益 是 是 是什麼呢 我們是受益的就是 進入大學修行 所以呢 然後我們有了知識 有了這種 現代化的知識 又有了 現代化的決心和毅力 動力 我們就一直 四十年 改革開放四十年 就成就了我們 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成果 不是 這個 三不再高 三不再高 有先則明 就是這個 我們在這裡呢 我覺得到這 我到了美國呢 有這麼一種 如魚則水 什麼的感覺 我在中國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 我把我的智慧和 經歷 還有什麼 都全部 全部奉獻給了 國家和人民 國裁辦和企業 成就了大家的 我們那個 第一家中外核資產 那個 中文系統那個企業 成就了 我們那個黨支部 也是優秀黨支部 成就了一個黨 中三就是人民 唯一人民部把自己建 建一個黨 另外呢 留下了很多 比如說 栽贈 菸甲出案 那麼 我回頭再 有機會說 再把這個 在生命結束之前 就留給 留給中央 中央現在正在去 追查這個 反貪貪貪 我就把這些 我遇到的 殘官污吏的 苦貪 我把它留給 在 反國的再留給 給中央再提出來 我做的事情 也可以 逐漸地 告訴大家 我做了哪些 希望共同的事情 哪些教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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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些 那個 那個 那 這些 好人好事 我也把自己 但是變成了 變成了 一個 小人 最後 這個 小人在這裡 是 勘光污吏 變成了 貪污污污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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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道德經說的好 道德 這些 那些流的症状 流瑜 等於我有些事情我不說 但是我讓別人去說 讓別人去查 這個事情讓社會的後人去聽說 哪件事情做的對 還是做的不對 這個是我個人的事情 我已經到了這個 自己差不多快到了臨近終點 在現在已經是最後決賽的時候了 就是決賽的時候是憑著實力 我覺得我自己一定能夠 在美國能夠憑著實力 就像行輝納 行輝納2004年跑萬里比賽的時候 由後面變成第一名 我是跟跑的 那麼我能不能夠成為行輝納 那個不在乎 不在乎這個成就 而在於成就一個 我們西北大學 成就我們國家和東美國 這個教育的聯合 成就千百萬的別班人 千百萬的青年能夠起來 能夠走出國安 海內存自己天下作為民 能夠成就未來 成就未來 成就未來的中國 中美這個T2 這個T2 這個Action Action是什麼 從人開始行動 我們說的時候 不如行動 行動是什麼 Action 決定你Action 不是別人 而是你自己 有沒有行動 我們西北大學 能不能夠和美國去呢 不在於你西北大學 誰當校長 有沒有這個權利 有沒有這個外事權 而在於你 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所以我這是給點燃這個西北大學 一百二十年的這個一個激情燃燒這個 我這個蠟燭 我們這個蠟燭 我們這個蠟燭是 一個這個垂垂老語 餘工一生的蠟燭 大先過把這個蠟燭 炒起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叫拋磚引運 引央山如此獨交 引無數英雄 進折腰 八先過寒 進折腰 借東風 借中美合作 中美現在的衝突 挑戰中美關係 這個合作 這個東風 這個解決台灣問題 正是中美合作的一個轉機 我們把危機變成轉機 就要靠我們 靠我們這代人的智慧 我要把這些具體的 我這些想法 idea 然後發生一個行動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當務之急 最緊迫 最重要 最緊迫的事情 是化干渣為玉博 就是把危機變成轉機 就是攻心沒上 有千萬人 有千萬人 隨千萬人 隨千萬人 新加拿大以後 這個解放太陽 隨千萬人 如亡影 千人 知諾諾 不如 一人 一事 知諾諾 我們就說 那一個 敢於挑戰 全美挑戰 危機挑戰 挑戰 挑戰 解明道學 這麼一個轉機 我今天 因為我那個牙 把那個牙 我整次滿口的牙 已經老了 我也可能 可能 要到 我已經到了 被 被搀扶出去 不僅參加 武力的這個 這個結段 那麼我今天 在家裡呢 好在這時候 我自己的一個舞台 我把這個舞台呢 變成了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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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小小方作 一見開 天空隱隱 共有徘徊 要是這個 這個 要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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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青龍使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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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基地大學的校長 同學們 大家都願意 把我們這個 行動 把我們這個 夢想 變成行動 我們這個 就一定能夠成功 也一定能夠成功 因為 實踐 我們自己的 個人的夢想 個人的 美國夢 中國夢 成就這個大家 所以 我們叫做 不凡是一個 獨立前行 啊 工程前 前 前補之後 我加個 立心求真 為立 就叫立志 立命 立心 就為天地立心 為天地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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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命立命 為科學發展 改革開放立志 為天下開太平 那個那個立呢 為立呢 就還有一個的 為 這個 大格局 因為你的格局 決定 你的格局 你是人格 你是決定了你的 智能 你的智慧 你的胸懷 你的成就的 成就的未來 所以 要有大格局 又大流來 我們這是解放思想 解放西大 解放思想 然後呢 改革商會成功 同學們仍需努力啊 我今天呢 就先到這裡 我本來還有 還有很多話說 那個 成功啊 靠的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靠的是利用機會 我們把握這個機會 機會 改變命運 我藉著這個機會 在這裡呢 給西北大學呢 老師 表表心意 展示一下 我們西北大學 北美校 西北大學 不是… 對… 成功 我 不是… 操作